今日一集就教大家開啟Ni號碼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收看 第一條問你 你在英國有沒有工作 你選擇 你有沒有工作 I am working and have an offer to start work in UK 你有工作 第二條問你在找工作 第三條問你沒有找工作 I am not working and not looking for work in UK 我是第三條問 因為我經常說我不用太急 所以我選第三條問 接著 這個就打你的名字 你的姓氏 你照樣打就行了 這裡問你有沒有其他名字 我沒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名字 這裡問你的性別 你是男孩男女女女 選好按 continue 這裡問你出生日期 你就選出生日期 然後按 continue 就可以了 這裡問你國籍 你打回 Beaches 接著overseas就行了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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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 continue 接著 他問你 你住在英國 多久 你 你是不是一生的時間都住在英國 我就不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想大多數的人都不是 如果你參加BNO visa 過來的人 我就按下 接著 他問你什麼時候入境 你打完日期之後 按 continue 就可以了 接著他問你有沒有 Passport 你還是說有 你便提供給他 接著打個號碼 你打完號碼 OK的了 接著他問你有沒有 BROP 其實我 我是批了的 不過我還沒收到 所以我回答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在手 接著他問你 是不是等著 預收的Visa 等等 接著 就輸入現在住的Postcode 接著 按 continue 來到這裡 你剛剛按了Postcode 這裡 你又要選回你的地址 選好 接著就按 continue 可以了 這裡他問 他說他寄信 去這個地址 有沒有問題 等我沒問題 我真的在這裡住 可以了 接著他問你 可不可以給他 confirmation email 我也是沒問題 我不知道你 這裡打回你的電郵號碼 接著按 綠色的 continue 就可以了 到這裡了 他問 如果有沒有問題 關於你的申請 可不可以打電話給你 等你就可以了 可以之後 你就打回你的電話號碼 上去 接著按 continue 到最後 你核對回你 剛剛所填的資料 對不對 對的 接著就按 最最後 按 I have it understand 等等 accept and send 這樣就完成了 你的申請了 接著你 在家裡等到 email 就這麼簡單 整個過程 當然3分鐘 不用申請完 這個NI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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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